我现在要请你学另外一件事了 我们取得资料是取得一个资料奖 所以现在这个档案麻烦请点 我现在要离开PowerClear编辑器 回到这个Excel 所以请点常用 然后关闭并展入 所谓关闭就是指关闭PowerClear编辑器 展入就是展入到Excel 所以请点关闭并展入 那你会说刚刚我没有储存 其实刚刚所有做的动作 它都自动会帮你建立在这个Excel档案里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来去看 这个工作表2就是指2013年2月加3月这个档案 那这个工作表3就是指后来 我们新查询的2013年3月 那你从资料比数上就可以看到它的差别 那我现在我想做的是 先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 好因为这个档案 假设我今天我99个我要做 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去做 所以我接下来就是要教你另外一个方式 更短的时间一口去把所有的档案都合并起来 好首先我先把这一个档案先存档 档案另存新档 逐一的档案核定 然后加今天日期0530 那接下来 接下来呢 这个档案我就可以关掉了 接下来我现在要教 如果当今天对方给我们的是一个资料档 资料档里面有一堆的栏位名称都相同的这个档案 我要如何合并 好怎么做 合并 合并档案这件事 第一 开启Easeal 开启Easeal 第二 打开Easeal之后 点选资料 新查询 然后从档案 从资料夹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请点浏览 然后我们就要去找我刚刚的本机下载 好 我是放在下载是放在本机底下 所以找到本机下载 这个资料夹2013 然后点选这个公司2013 然后再点选它 然后确定 自选资料夹 想好资料夹 好 我们点确定之后 然后接下来 它会先告诉我们说 这个资料夹底下有非常多的档案 好 所以在这边要选 合并并展入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要做什么事情 做检查 有没有看到乱码 因为没有看到乱码 所以当我们就可以直接点确定 这样子 现在就是电脑的工作了 我就等于说很轻松的把 假设那里面有99个档案 好 99个档案 它就全部 把这些所有的合并 全部一口气把它自动做完 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是不是方便简单轻松 它也在跑 好了 我这边 做到这边了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这是合并档案 我觉得这个合并档案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